东京各大品牌的夏季折扣终于开始了 男生们该去那买衣服呢 这条视频就告诉你们 记得收藏 这么热的天 比起店铺分散的元素 以百货为主 可以吹空调光阶的新宿更加合适 你们看连电池都流了那么多汗 从新宿南口出来右转 路边就是有兰西的阿尔斯 硬面很大 并且有男女两层 现在还有七者的优惠 重磅T恤今天早就不火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种凉面材质 毕竟是消耗品 每年趁着打折 入手一两件还是很不错的 外面就可以套这种格子衬衫 花纹好看 料子也是扛皱的 不会看起来很宅 另外还有包包和鞋子什么的 打折机店里真的很多人 下一家是藏在旁边 卢米尼二商场里面的 这边女装偏多 但是上了三楼 就可以看到斯蒂曼·艾勒 跟我一样喜欢有点素 但又有质感的牌子的朋友 就可以来看看这家 条纹是他们非常喜欢运用的元素 像这条西装短裤 确感很棒 又是那种凉凉的材质 感觉夏天穿就很舒服 条纹梯也是拿来打底 或者外穿都可以的一个版型 主打一个性价比 接下来出去稍微走一会儿 就到了BMS Japan了 虽然是一个卖图特产的店 但是二三楼还是有不少衣服的 经典的红绳 还有像这次和昂跑的联名 看到了美金龙的跑鞋 这个底还是十分有科技感的 实际穿起来脚感也挺不错 在新宿一定不要错过这家 衣食丹男装馆 里面汇聚了好多知名的时尚品牌 白身的衬衫是开领的 夏天可以露出里面的内搭和配饰 也是在打七折 以及无人问津的Essentious 9000多日元还打五折 真的是白菜家了 还有好多小众品牌的单品 像CFCL的墨镜 金黄比较大 就适合我这种脸长的人 每次来这边都会看看的欧拉里 不出意外这两件毛毛衣也在打折 可以让夏天的穿搭更有层次感 而且空调房里也不会那么热 对比了下感觉Polo更适合自己 听到是Last One 不犹豫直接剁手 下次还来